也有獲得軍益獎金 去年獲得兩筆金的題目是 台電金木林金柳大解析 那時候就是做 因為台電他們每年都有 一筆就是30億的金額 然後他希望可以藉由 公開資料去追查這些金額是 什麼樣的流效 那今年他就是 針對政治經驗的部分做他的轉彈 那就歡迎君臨 好 各位好 我是信用百科的迪愛人 叫我君陽就好了 然後剛剛謝謝加三介紹 那我去年其實是 在追台電木林金的金流 然後去年的點大概就是揭露了 台電補助 10年內補助的年金標的基金會 將近8000塊的金額 那這件事情是比較值得 比較值得一提的 那其他部分就是系統性的把一些 政治人物跟大型的 國營企業的補助關係 長期性的結論 那今天要報告的就是金流百科 那金流百科很簡單 其實就是這句 專要全部公佈現金 公共同募款金流 並把它跟政府的標案結合 視覺化 那其實這個文字看起來好像有點難理解 但最簡單就是說 我們今天舉個例子好了 大家知道韓國瑜 那可能也知道魯秀燕 可能知道柯文哲 那也知道他的政見 然後也知道他的想法、理念等等 那我想媒體已經報告很清楚 然後有一些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就政治現金這一塊 除了總額之外呢 我們其實並不了解他實際的花費內容 舉例來說像韓國瑜的政治現金 之前突然就有一個 蔡政委員就說有4000萬企業捐款 然後他馬上就幾天之後就公佈了一個他的帳目 那這帳目呢 其實就是會計科目 然後羅列人一億多的項目等等 但其實更細節的東西 如何支出 花在企業捐款代有多少 個人捐款代有多少 然後宣傳代有多少 這些事情我們其實都不清楚 那這個專案呢 就重點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揭露出來 那這邊是我的其中完成的以上碑 第一件事情把總統、立委、地方首長、縣市議員的 過去的政治現金通通從監察院帶出來 然後變成格式化的資料 然後現在已經釋出了 那第二個呢是公投的經費 像去年我們有婚姻平權公投 有以和養綠公投等等 但大家知道公投的錢募了多少嗎 那大家知道他們這些募來的錢 花了多少經費在使用上面呢 其實都可以上去看看 那這上面兩點是開放資料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針對議題的倡議 然後網站的測試版 還有一個叫做政府議長的財產證報等等 這些東西 我在後面會持續的跟大家說明 好 這件事情就是我剛剛前面提的 我們完成了2014的議員、地方首長 然後16的立委跟總統 然後公投的經費 總共完成了100位以上的候選人的 政治現金金流 累積了36萬筆的選舉資訊 那這個大到企業 每筆的捐款 小到每筆個人的支出跟捐款收入等等 那當然這些資料通通都是政府的公開資料 那也由監察院釋出 所以這部分都是可以驗證的 那未來這些資料是動態的更新 不會隨著今年專案結束就停止 未來在18年的選舉 在今年8月24號 韓國瑜政治獻金 去年選舉的政治獻金 通通會在這一次一次性的釋出 那專案也會同時性的更新出來 2020、2022 那公投的經費未來是兩年一次 都會持續的做更新 政府的標案 累積的是這10年內的動態的政府標案 都會持續同步的更新 這個方面又會據說明 好 那簡單講就是在 民眾可以讓零成本的方式 檢閱所有的選舉金流 那我們用更圖像化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理解說 選舉金流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我們挑了幾個重點 讓大家可以清楚的說 我們提供的切入點、觀察點是什麼 那這是我們網站的主視覺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視覺以外 我們下面統計了這一次選舉 跟公投的總共花費 這是假制 然後上面的話是我們有 公職選舉、公投可以讓大家去觀察 那其實畫面大家可能會覺得 比較好像可愛可愛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後續戰略結束之後 我們要去高中、去大學進行宣講 然後去推廣政治現金的公民教育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揭露的現況 簡單來講 這邊就是它的收支總額 那這個是各候選人之間的比較 例如某某候選人花多少錢 那這位候選人的金額是多少 那左邊的圖比較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商機圖 那商機圖簡單來講就是看流向 看出息就代表流向 那我們現在的測試板已經正式上線到網站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看起來是什麼 就是我們發現政治人物的捐款支出 有一些政治人物是集中在 親屬的行銷公司上面 舉例來講 大家都知道捐款很多限制 但是支出部分在政治現金法 並沒有詳細的限制 所以我們發現有些候選人 他會把他的支出在他的親屬開設的行銷公司 就是金額特別的大 那我們覺得這應該要讓民眾知道說 原來我捐款給A政治人物 他的金流使用是這樣的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在喝飲料前 我們都會看他的產品標示 或許看說不只看廣告 我們更重要更在意的點是 他背後的成分到底標示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想這樣的金流百科目的就是在這裡 我們揭露政治人物的產品標示 讓民眾知道說 他們在選舉的過程中 到底花了多少錢 怎麼使用 那下面這邊因為圖像比較小一點 它很簡單 它就是把所有曾經捐款的公司 近四年來 四年是任期的概念 所有累積承接政府的標案的公開的資料 通通在這邊做一次性的呈現 那我們把靜態的政治現金資料 除了視覺化以外 我們還動態的加入標案的過程 那未來呢 除了看政治人物的選舉的財務履歷以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公司 在這幾年來承接的政府標案 有什麼類型 標案的限制 那標案的類型都在這上面 那這是公民投票的部分 那公民投票的部分在資料面 相對來講比較薄弱 為什麼比較薄弱 是因為現在的公投的提案人 都沒有申報這個募款的專務 也就是說 現在公布的兩個案子 第一個叫做 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 就是反同公投 另外一個是以和養率 那愛家公投他的申報金額是零 零元 那以和養率呢 四千塊 四千塊 好 那我們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我們著重在公開資料的時候 我們發現 有一部分的資料叫做 非正式金流 那這些錢到哪裡去了 大家細緻看一下最近的募款 特別是公投 你會發現 下面提供的捐款的帳戶 並不是中選會公布的募集現金的專務 是什麼 是協會或者是基金會的專務 那等這些錢進到協會基金會之後呢 怎樣使用 那就是回到人團法的規定 社團法的規定 那所以並不在這裡面 那每個社團要公布的帳目的詳細程度 因各個社團而異 並不會公布到現在的這麼細的金流 那這時候呢 會在專案做設計跟提醒 就是我們也會呈現不對稱的金流 那最後呢 我再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現在測試版的網址 大家可以上去逛逛 那我已經把網址丟在提案網頁上面了 那未來會就 功能面的部分已經完善了 那現在會就細節的 可能視覺的調整 使用者的使用狀況進行修整 那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好 謝謝大家